你有事前告知他11月底 就是他就要撤點 拿出和補習班簽訂的上課7月 林同學好無奈 因為他今年7月 到補習班的鳳山區教室 報名學英文 沒想到才上了3個禮拜 整間補習班人去樓空 10月的時候那裡就是有聽說 那個鳳山那邊要就是要撤點 那我就是有點緊張 所以就說我要去退 上課教室突然撤點也太傻眼了吧 林同學原本到鳳山教室上課 路程只要10分鐘 但撤點後補習班要求他到距離 9公里外的左營教室上課 但車程至少40分鐘 比原來多了4倍時間 上課竟然得花40分鐘 林同學想要退費 但補習班的人員竟回說 依照高雄市短期補習班資質條例 在上滿課程1 3分前退出 得控費用的50% 也就是說最多只能退一半 讓他無法接受 夏報官也說這個契約 如果不是學生個人因素造成 應該可申請一筆利退費 假如說他不是自由意願所簽署 當然也不能作為所謂的消費者同意 到搬家的新補習班地址 去上課的這種證明 目前的話我們是才依照 鳳山合約的方式幫他做全額退費 補習班強調是因為雙方溝通誤會 才會造成學生誤解 已經致電學生告知可以全額退費 否則原本就近上課進修 卻變成得通車一個多小時 實在大大困擾 記者機械亨 陳昭谷高雄報導 記者機械亨 陳昭谷高雄